大家好,我是回飞 就是我停工了很长一段时间了 2023年第一个视频 现在准备中国的新年 在这里我祝大家新春快乐 今天我想聊一个视频内容 是关于我的频道的一个事情 因为到这个月我的频道就已经 就是从我发第一个视频到现在已经是两年了 当然我这个频道它创建的时候是2016年 但是从做视频到现在是两年 所以我想从前其后 成上其下 聊一下我做视频的 做自媒体的一个大概的情况吧 如果你想要做自媒体 或是你想了解像我现在这种规模的自媒体 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毕竟我这个频道也就只有1700多个人 是一个小的频道 如果你想知道这种小的频道 它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有盈利啊或干嘛的 或者是做自媒体到现在 我的一个心得是怎么样 就欢迎你看一下这个视频 我先说一下频道的盈利情况吧 因为可能这个是大家最想要了解的一个情况 我的频道到现在我一共发布了62个视频 然后有1735个粉丝 两年时间平均的话是大概1.67个星期发一个视频 大概是就两周吧 就算两周发一个视频 这个频率对于一个做自媒体的人来讲是频率是非常的低 就是你更新的视频是太低了 我的视频更新频率并不高 中间时长会断用一两个月 甚至是几个月都没有更新视频 所以我并不是一个稳定的自媒体 到目前为止我的频道我会放一个截图上来 就是到目前为止我的频道一共观看了10.9万次 观看的时长是8287个小时 然后总订阅人数是1735个人 然后收入这个盈利就是盈利的部分 可能你们是最关心的我的盈利到目前为止是是按美元来算的 是80.35美元 还有这个盈利并不是你一做视频就可以开始有盈利 可能你有很多人都知道就是你需要到达1000个观众 就是有1000个订阅者 然后还需要你过去365天之内你观看的时长到达了4000个小时 如果你人数很多但是你观看的时长不到4000个小时 你一样没有那个盈利的资格 然后我的盈利是从去年5月份开始的 因为大概去年4月份我的观众就到达了1000个人 然后观众到达1000个人的时候我的观看时长 就是过去365天的观看时长还不到4000个小时 然后到5月份之后就到达了4000个小时 其实那个时候这个观看时长到达4000个小时 以及那个1000个人有一个加速 因为去年的时候我感觉我估计按照当时的速度 可能需要到去年10月份我可以获得那个盈利资格 但是5月份就到达了 我想了一下是因为那个时候中国的防疫政策就是封城荒的好厉害 4月份有一个上海之声之类的 就是当时我觉得中国人有很多翻墙出来看视频 就是搜索移民啊出国啊其他国家的情况 我觉得是那一波的浪潮那一波的为帮助了我的频道 就是当时明显观看的人变多了订阅的人变多了 我觉得是受益于习近平的就是当时他做了一系列的政策 然后很多人来看那些移民的事情或是其他国家的情况什么的 所以那段时间我5月份我就开始获得了盈利资格 然后我开始盈利了以后一直到现在吧 期间只发布了发布了11个视频 这个频率是非常的低因为如果你开始盈利之后 你需要继续的发布视频 创作视频你才可以有收入 但是我没有做很多视频 我有很多我的原因没有怎么发布视频 所以一直到现在 领寄我的盈利拿到了80美元 然后这80美元我并不可以拿出来用 因为他们的规则是你需要到达100美元 你才可以把那个钱从Google Ads那边提出来才可以用 所以那80美元对我来说只是躺在那个账户里面 我并不可以用 但是这是我的一个盈利的情况 如果你想要做YouTuber 就是你想要做视频博主什么的 你要知道比如说YouTube这个平台它有一些规则 比如说它鼓励这些视频创作者 他们稳定的定期的发布视频 或是你频繁的发布视频 你越频繁它会把你推荐给越多的人去看 如果你有新的观众来看 很久而久之就会有新的订阅者之类的 所以它是希望你稳定的 频繁的更新视频 尤其是那些人他们一天可以发两个视频 他们的频道成长速度是非常快的 因为YouTube他们的算法会把这个频道推荐给更多的人看 意思他们会觉得这个人是一个优质的创作者 比较稳定的发布视频又频率很高什么的 但是就像我刚刚说的 我不是一个合格的YouTuber 因为我不稳定 我发布视频我也不频繁 所以你要知道像我这种YouTuber 我做了两年的视频 到现在我只有80美元 你要想就是养活自己是不可能的 这个可以给你做一个参考吧 但是你要知道像我 我只有一千多个粉丝什么的 那些人有几万个之后他们的收入会多很多 因为他们会发布视频啊 会有广告收入啊什么的 所以对你来说你可以做一个参考 当然也有可能你做视频一年你就爆炸 你就你就很成功 有几万的人或是十万二十万都是有可能的 就有很多种类型的YouTuber 说到现在你们可能会想到我做视频这个频道是成功还是失败的 因为成功或失败是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很多人都会去判断的一个事情 如果按照盈利的情况来讲我是失败的 如果按照粉丝数量来讲我也是失败的 因为那些成功的YouTuber他们一年他们就可以累积 比如说他们一开始做视频他们就可以累积 十万个粉丝或是二十万个粉丝 有些最不计的起码也有两三万个粉丝 像我做了两年我才有一千多个粉丝 成功YouTuber可以反映一些事实 比如说你的内容是好的 起码相当有一部分的人喜欢你的视频内容 还有一个是它反映了你稳定和频繁的更新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的视频再好的视频你只发一个 你没有稳定的发你没有频繁的发你只发一个 最好的你一样不会成功没有人发现你 所以反映的是你的稳定的更新 因为这个是系统的算法算法会喜欢这个行为 前面那个你的内容喜欢是人喜欢 第二个这个是系统算法喜欢 当然第二个你频繁和稳定的更新会增加观众的年度 因为他们可以一直回来看你的视频 而不是你停更突然停更 有段时间他们都忘记你的 然后你再回来他们已经不再看你的视频了 所以也有这个情况是 也同时也会增加观众的年度 第三反映了YouTuber你这个人是有观众缘的 观众缘这个事情我觉得是一个玄学 但是我觉得确实是存在的 第四个事情反映的是你坚持下来了 任何一个成功YouTuber他肯定是坚持下来了 如果他只坚持了半年或者坚持了三个月 或者是只做了一年他有可能在黎明前的黑暗就已经死去了 所以成功YouTuber他们第四个反映的肯定是坚持下来的 所以你反过来看失败的YouTuber也反映了这些事实 就是他的内容他的视频内容存在一些问题 起码有大部分的观众不太喜欢就是没有那么喜欢 第二个是他不稳定和不平凡的更新 就是不稳定也不平凡的跟我像我这种情况是一样的 第三个是YouTuber本身他没有观众缘 这个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观众缘 可能没有很多 我只是在说这个反过来的例子 第四个反映的是他没有坚持下来 没有坚持做视频 这四个你每一个你都是一个很大的命题 你都可以去研究 你都可以去就是很复杂 我不能够说很多我也不会不专业 如果我专业我已经我已经变成一个成功的YouTuber 对不对 但是我我只有一千多个人所以我会不是成功的 我也不能够说的很好 但是我可以总结有四个方面的原因 比如说视频内容你可以去好好的去打磨去研究 然后你发现什么样的方向适合你 你可以去想 还有稳定和平凡的更新也是可以通过人为去做的 但是这个观众缘就是这个玄学 我觉得很难去控制 还有坚持这个事情 大部分人也是可以去坚持的做下去的 当然坚持是很难的 因为日复一日的这样去做 又没有什么成效的时候 你是还是挺打击人的 按照很多个角度去讲 我都是一个不成功的YouTuber 好像是有点失败 毕竟两年了就才这么一点点成绩吧 不算是一个成功的YouTuber 但是我并不想以旁人的角度去观看我做视频的这个成功和失败 我做视频我有不一样的感受 我不觉得我有挫败感 我不觉得我有一个失败感 因为我不再和别人竞争 我不再和其他YouTuber竞争 其实频道跟人是一样的 每个人或是每个频道他们都有不同的成长和发展的路径 有些人老年成名 有些人大戏晚上 有些人一辈子平淡自如 虽然平凡 但是也有他们的一方天地 我不觉得平凡的人就是一个失败的人生 因为即使那些平凡的人他们也有他们的高光时刻 他们也有他们自己的感悟和成长 我觉得这个过程才是最重要的 为什么我不觉得我自己做视频失败 因为我有很多的收获 现在我跟你们分享一下我一些收获吧 最大的收获对我来讲是对内的 而不是那些外在的事情 因为外在的东西会来会去 去和来他们都是不固定的 但是对我自己来讲 我觉得我内在的收获是最大的 就最大的收获是对内的 这个收获是我开始有一种松弛感 怎么理解这个松弛感 可能有人会把这种松弛感归入到自信里面 但是我不觉得是自信 因为以前我并不自卑 但是以前我也没有这种松弛感 我觉得松弛是相对于拘谨 拘着把自己提在半空那种感觉 比如说你面对镜头的时候 你是不是很紧张 你是不是不知道说什么 你是不是手脚都僵硬了 肩膀很僵硬 你不知道说什么 或是你语无人事 或是你开始很紧张 心跳加速 这个都是一种拘谨 然后做视频给我带来的是 慢慢的慢慢的 我看镜头我聊视频内容 我会开始比较放松 我不觉得镜头是一个洪水猛兽 我开始觉得它只是在记录 它没有一个特别的事情在那里 但是一开始我做视频是很拘谨的 其实所有的YouTuber都会经历过这个阶段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都是比较拘谨的 你可以去看很多那些大的YouTuber 他们早期的视频 你都可以感觉到那一种比较拘谨的那种感觉 当然如果你是一个外向型人格 你可能看镜头你可以很天生的就会很放松 但是我觉得对绝大多数人来讲就是面对镜头 都会多少都会比较表情很紧张 都会有这种感觉 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练习的过程 如果你做视频比较多你就会开始松弛 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个最大的收获 我也不知道这个收获给我带来什么样的好处 但是对我来讲我就觉得这个松弛感不仅仅是在我拍视频的时候 还有在生活当中 它也会给我很多方面的一个改变嘛 我不知道具体是什么 但是我觉得最大的改变是这一个 我觉得也是最好的改变 第二个最大的收获是外面给我带来的 因为要平的话第二个最大的改变就是我的观众朋友们 他们对我的鼓励和支持 这个是对我来讲是最大的收获之二 真的是最大的收获之二 这句话说的好像有点冠冕堂皇 但是确实是收获最大的 因为你做视频并不是你一朝一夕就做完了这62个视频 而是你在两年的时间里面你日复一日的去做视频 然后看内容然后去拍视频 然后再去编辑然后再去做字幕做很多的事情 开始的那一年根本就没有人看你的视频 我做视频那一年一年多了 我的频道才二十几个观众 并不是一开始就是有人看了 根本就没有人看你的视频 当然也有很多个原因 比如说我的视频内容没有人喜欢看 视频做得很无聊 或是我这个人没有观众缘的 有很多的原因 但是一开始就根本就没有人看你的视频 日复一日你会很挫败 你发布了一个视频感觉就是时辰大还那种感觉 我觉得一个正常的人 你努力做的事情 犯不起一点点水花 多少还是会有一点点打击吧 还是会多少影响你的心情吧 我的频道直到现在除了我的老公 我的这个频道没有任何的朋友 或是家庭成员来关注我的频道 所以我的频道除了我的老公 全部都是网络上的人 所以你发了视频 你没有任何的回应 因为你的朋友会给你回应 你的家人会给你回应 出于礼貌 或是出于对你的朋友之情那种 会给你评论回复 问题是网络上的人 他们不管你啊 YouTube上面有非常多 有可能上百万个YouTuber 没有人会注意到 你这样一个默默文的一个小频道 你做视频还不怎么样 你一开始做什么都不想说 收声音收的不对 视频不清晰 或者是你你拍视频的时候 有很多的问题 你说话的说的不好 语言组织不好 断断续续 然后你剪的时候也是一塌糊涂什么的 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或是背景音乐 过高或低音或什么的 有非常多的问题嘛 但是即使是我这样一个当时一个 当然现在还是一个小频道对不对 但是在那个时候 更加是一个小的频道 只有二十几个人看吧 说的东西也是一家之言 很多有诗偏颇 也不全面 但是也有一些观众 这些观众我更加愿意 称他们为朋友 就是观众朋友 他们对我的肯定 即使是在我早期做视频的时候 他们也肯定了我 我还记得我的第三十个粉丝 当时我记得是 他在一个做激光近视手术 被拒绝的那一个视频 下面他给我留言 他是我的第三十个粉丝 他在视频下面给我留言 就是鼓励我 就相信我可以做一个好的YouTuber 给我很多的建议 然后真的是一条一条的建议 那个时候也有人这样的肯定我 现在我回看那个视频 简直就是语无伦次 就是逻辑也不清晰 有很多的问题 但是 那个时候也有人在肯定我 所以 在我做视频这个前进的路上 我真的遇到很多的贵人 不只是这个第三十个粉丝 有点出动就是 真的我觉得我频道前面 第一千个人 或是到现在第一千七百三十五个人 我真的觉得 这些人都是我的贵人 我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嘛 但是 还是有你们这些观众来支持我 鼓励我 我真的还是好开心 虽然我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频道 非常小的一个YouTuber 不比 比不上那些大的频道什么的 但是我这一方小天地 一样有你们来支持我 我真的觉得你们是我的观众朋友 真的像朋友一样 这是我最大的收获 还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会给我留言啊 留言里面会补充一些视频的内容 比如说我说的不够钱的 他们把他们知道的又补充上来的 或是分享他们自己的经历啊 或是他们的感悟 或者只是在我发了新视频之后 给我打招呼什么的 其实有很多的观众朋友 他们的思想水平是非常的高 他们会给我留言 留一些很有质量 很有建设性的留言 对我来讲我也是很触动的 还有一些观众朋友 去了我的社交平台 Instagram IG那边去追踪我 有些人还跟我分享很多事情什么的 虽然我不太喜欢社交 平时闲聊也不多 但是我真的因为做视频认识了很多朋友 还跟他们一直保持联系 当然也有很多的观众朋友 在社交媒体关注我之后 也是属于一个潜学的状态 也不跟我说话 但是平时我发的现实动态 他们也会看 我发的帖子 他们偶尔也会点赞什么的 就是属于默默关注我的一个状态 对我来讲是一个支持嘛 其实我也很感谢这些观众朋友 毕竟我们都是网络上的陌生人 但是他们能够给予我支持 还有欣赏 我真的很感激 是我做视频之后 给我带来这些朋友 不管他们只是在YouTube看视频留言 还是他们去社交媒体支持我什么的 对我来讲这些都是我最大的收获 第三个我觉得做视频最大的收获 是我的语言组织能力在提高 因为如果你做视频 你需要聊一些内容的时候 其实你是需要组织语言的 其实有很多人他们不相信 我是一个性格内向的人 因为他们看我说话 就说很多他们觉得 我是一个外向的 但是其实不是 我是一个非常内向的人 因为你做视频 因为这不是一个短期的 自我学习的行为 是一个长期的行为 慢慢的你就会有一时的 下一时的你去组织你的语言 因为你不希望 你拍视频的时候 你随便随便的讲 然后语无伦次 或者是 当然那是早期的语无伦次 你就逻辑不清楚什么的 因为到你后期你编辑视频的时候 你发现你编辑不了 因为你说话太乱了 说话非常的混乱 然后你剪辑你根本就剪不了 所以会造成很多的问题 所以你不希望你拍视频的时候 你做了无用功 所以你就会 下意识的去组织你的语言 好编辑 也好你的视频更加的流畅 尤其是要聊一些 比较大的话题的时候 你更加要思考内在的逻辑 所以你就会下意识的去锻炼 你的一些内在的逻辑 或者是一些语言组织能力 这些都是做视频带给我的 是属于我个人的成长和提高 我觉得是我第三个最大的手段 下面我想聊一下 你想做自媒体吗 我给那些想做自媒体的人一些建议 当然我的建议非常有限 毕竟我是一个非常小的自媒体 但是我觉得 你可以通过我这里看到我失败 或是你看我失败 你知道我失败在哪里 对不对 你可以反过来学习 对不对 但是我可以跟你聊一下 如果你想做自媒体 我建不建议 我的建议是去做 你有任何的想法 你想做一个自媒体 不管你属于任何的目的 比如说你的目的是赚钱想赢利 或者是你的目的是 提高你的镜头感 面对镜头不要拘谨 还是你要提高你的表达能力 语言组织能力 或者是你只是想要出名 你想要famous 你在网络上开始有影响力什么的 你都可以去试一下 只有你去做一次 你才能知道这是什么样的感受 你也会知道做视频是什么样的一个过程 拍视频 剪辑视频 上传视频 做字幕是什么样的感受 我觉得这些事情 你看别人做和你自己做是完全不一样的 但是如果你去做我建议你要坚持一段时间 如果你不坚持 那你跟你没有做是差不多的 有些人做视频博主可能一年就出名了 有些人要八年才出名 但是在你做视频的期间 你肯定会思考 你肯定会成长 你肯定会进步 这是我可以肯定的事情 只是如果你的目的是赚钱 你赚不到很多钱 你会感觉失败 要看你的目的是什么 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你肯定会成长 肯定会进步 当然做一个视频博主并不是都是一帆风顺的 肯定也会遇到一些糟心事啊 不只是你编辑软件的时候 比如说软件死掉了你前功尽弃 你工作了一个星期的视频内容前功尽弃 或是你拍的视频拍出来 然后不可以用 不仅仅是这些糟心事 还有的是你发视频之后 网络上可能也会有一些hater 就是那些人专门的政务粉吧 他们就看到什么都骂 看到什么都点dislike 就是都不喜欢你的视频内容 可能遇到这些人 你可能会比较糟心 因为他们谁都讨厌 甚至他们不看你的视频 就开始胡说八道 评价你的视频内容 因为你会发现 他说的根本就不是你的视频内容 他们是为了攻击而攻击 所以这种事情 这种人你不需要放在心上 也有一些观众会喜欢攻击人 他们喜欢对人不对事嘛 比如说他看到你的视频封面 他们就点进来了 比如说我有一期视频是讲 巴西你不知道的事情 视频的封面是一个穿比基尼的美女 躺在海滩上什么的 然后有人进来 他就说我进来就是为了 为了看美女看一些东西 但是进来就发现 我在正经的聊天 就正经的聊一些事情 然后他们就恼羞成怒 就就开始说脏话 就攻击我个人了什么的 其实这种类型的人并不坏 他们只是诚 因为你想一下 这种人他们来YouTube这个平台 来看黄色内容 你说他们是不是智力有问题 因为他们竟然要来YouTube 看黄色内容 你不觉得很可笑吗 任何智力正常的人都不会来YouTube 看黄色内容 如果你要做视频博主 一些比较负面的情况 如果你没有任何心理承受能力 如果你比较特别敏感 什么的 你是不太适合做视频博主的 因为那些特别完美 特别成功的YouTuber 他们有上百万的粉丝 他们有几十万的粉丝 比如说那些人你觉得是完美的 他们一样也有人讨厌他们 一样有人会去攻击他们 他们的视频什么的 因为网络上什么样的人都有 你只需要记得你的出发点是什么 你来做视频是为了什么 甚至你只要坚持做视频 做一个方向的视频也行啊 因为只要你坚持做你就会有收获 不管这个收获是粉丝量 是钱还是你自己个人的一个成长 你都会有一些收获 下面我想说对我的一些观众朋友 我最想说的事情是感谢你们的陪伴 真的非常感谢你们的陪伴 虽然我们见不到面 但是我知道你们一直陪着我的频道在成长 有一些观众已经离开了 不再关注我 但是即使是对于那些观众 我也一样想说感谢他们 因为有一段路我们一起走过了 我很感谢他们曾经与我同行 其实我不喜欢三情 我真的很讨厌三情 因为我本身就不是一个喜欢流泪啊 三情的人 但是我很想说感谢这1735个观众 对我来说 这个不是一个数字 而是一个一个支持和肯定我的人 真的谢谢你们对我的肯定和支持 非常感谢 还有我想聊一下的是 那个留言的功能 YouTube的留言 或是你们的原创留言 不是回复别人的 不是回复我的什么的 你们的原创留言 我都是可以看得到的 但是如果你们在回复我的留言 或者是在回复别人的留言 我是看不到的 因为系统会隐藏起来的 如果我要看你们回复的留言 或者是你们回复我的留言 回复别人的留言的留言 我需要去翻特定的留言 我才可以看得到 要不然我是看不到的 但是绝大多数情况 我很少去翻下面的留言 因为不一定都有留言的留言 对不对 所以我基本上都看不到你们的 再回复留言 就是想要说 如果你们发现 你们回复我 但是我没有再回复你们 是什么原因 并不是因为我不回复你们 而是因为我看不到了 当然我不知道 YouTube的这个代码 就是这个逻辑 会不会再改 但是从我做视频到现在 这个逻辑一直都是这样 没有改变 除了以罗嗦 聊了这么多事情 这是也是我2023年的第一个视频 也算是我对过去的一个总结吧 就是承上旗下的一个视频 其实有一段时间我都已经 我甚至想过放弃做YouTuber 但是因为很多事情我都是觉得不足为外人道理 就是觉得我说太多 感觉我太太emotional了 我又不想去这一个方向 因为很多事情我觉得说出来没有意思 很多事情你自己感悟感悟你 你在有一个内容疗传会比较好 我又不喜欢无病呻吟在那里说一些事情什么的 但是我的心路历程确实是经历过 不想要再做YouTuber的一个事情 但是期间我又有一些朋友嘛 就是真的是做视频带给我的朋友 我又觉得啊 这些朋友都是我做视频带给我的 我感觉做视频 因为做视频给我带来这些朋友 给我带来很多好的改变 虽然我做视频不是一个成功的YouTuber 但是我想了一下 我还是可以继续慢慢悠悠的做视频 我觉得吧 即使再不成功的一个 还是那个吧 即使一个平凡的人 他们的生活也有他们一方天地 我的频道可能就像我这个人一样 虽然平凡平淡 但是也有一方自己的小天地吧 这个小天地可能聚集了一小撮朋友 一小撮观众朋友 一小撮朋友在这里 就是支持我 大家共同成长 我在成长 可能你们也在成长 如果你们成长 你们有一些事情跟我分享 我也可以看到 如果引起我的业思考 我也会成长 我也会做一些视频聊一下之类的 就是这一方小天地吧 后来还是觉得 不会放弃做YouTuber 谢谢你们还在 我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 承蒙不弃 下期再见 可以去说一句额外的话题 也是我自己个人的一个广告吧 就是如果你们想要给家人朋友 画肖像画 油画 或者是你想要买一副油画 挂在家里面 小小的油画 挂在家里面 你们可以来找我 我画肖像画 我画油画 然后我也有一些画 都是可以购买的 所以呢我接受委托创作 你们也可以直接购买 我已经画好的那些画作 虽然是油画 但是价格并不高 只需要一个成本材料价格 再加上 我画画那几天 几顿我发的价格就够了 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IG、Instagram那边 看我画的一些东西 或者是你们可以直接私信我 IG是我的社交平台 其实是我唯一的社交平台了 但是那边我不太闲聊 就是如果你们要跟我闲聊 我是不会跟你们闲聊的 除非你们有一个事情跟我说 要不然我是不会回复你们的 还有那些人 网络上什么样的人都有嘛 有一些人 就是想要来跟我聊暧昧的 或者是有一些人 他们连追踪我都不要追踪我 就是每天在那里 一直在私信我 这种人我都是不回复的 就是他当我是 他池塘里面的一条鱼嘛 是一个 他是一个海王嘛 对不对 请你去看我聊 FIC看起的那一集视频 即使是在性开放的巴西 已经有固定关系的人 也是有原则和底线的 我已经结婚了 再说 即使 即使是那些没有结婚的 没有男女朋友 没有固定关系的人 如果你要去跟他们聊天 最基本的礼貌和最奇葩的尊重 也是你先要去关注他 就是你先要去追踪他 才可以跟对方有一个聊天 你连追踪都不追踪 就一直在那里打扰 打扰人家 一直在 force他 要他来回复你什么的 最起码的尊重都没有 对不对 你还想让对方来尊重你 然后一直回复你吗 对方的时间不是时间吗 对不对 不知不觉又啰嗦了一大堆吗 是一个比较严肃的人 就虽然我做视频 一个小小的关公众人物 但是我也见不得别人这么来烦我 真的就是有事情就好好的聊 礼貌可以有 但是无谓的骚扰就免了对吧 就这样吧 谢谢 再见 下期再见